台南市长赖清德日前率领小虎队前往入尔门天后宫 大动作澄清灭香之说 纯属谣言 指出这是有心人士刻意造谣 今天台南市议员洪玉凤召开记者会表示 赖市府曾在104年4月10号的市政会议中 由市长提示 要求环保局与民政局合作研议 朝林燃烧之前的目的前进 洪玉凤质疑 这不就是所谓的灭香行动吗 洪玉凤在今年6月8号的市政总咨询提到 赖清德宣称台南市一座幸福城市 但台南市的PM2.5严重超标 不仅不是一座幸福城市 更是一座子暴城市 而子暴的元凶就是赖市府 并没有加强取缔工厂托牌废弃所导致的 去年 在我们麻豆地区 大三国小 烟山三个夜 晚上都子暴 环保局你告诉我们说 因为大货车的关系 因为李兄弟的车盤 那晚上都没半台车在走 酒兵的PM2.5的情况也很好 结果就是麻豆大三国小 三天连山三天 不是那种子暴 那显然就是说 有在地的工厂夜间偷牌 但是好像环保局 我们是人手没够 扣扣没够 还是怎么办 才没在管啊 洪玉凤也提到 许打慈激公曾在7月14号 收到民政局发函的公文 公文内容要求慈激公 香肢减量 朝全面撤掉香炉的目标前进 达到零燃烧纸钱的目的 记者特别致电给 学甲慈激公董事长王文忠 王文忠表示 学甲慈激公 在环保的议题上 我们已经走在最前面了 我们在四个月前 我们就采取环保套 就是那个电子套 电子套它是没有烟的 就是只有声音而已 而再加上我们的金乳 我们的金乳 全部都是环保 我们比政府的要求 我们还更严谨 今天政府违背人性 我们讲的违背人性是怎么样 我讲一个比较最精简的 就是那一天有一个阿姆 大概差不多 七十几岁他来找我 他找我他多了 怎么样 他先生 他护养五个小孩 很污汤辛苦 每一天打零工 这样子 结果这个成体 然后就是得了病 然后就往生了 所以说他们既然往生了 他做后代的 他只能够就是过年过节 红年过节 就是捞个金子 捞个纸钱 给他在另外一个世界 能够日子过得好一点 就是这么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人性 这是一个人性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结果让他做做不到 贺人为了感念先人 逢年过节 并会烧金子 祈求先人保佑 后代平安顺遂 而随着中原普渡越来越近 有不少民众开始担心 是否会因为烧金子 遭到政府罚款 希望未来市府能够针对相关政令 加强宣导 借此平息这次的灭乡风波 记者洪光维台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